一位250号 医生 到我了吗 250 你是吗 老牛 对 干嘛 今天我就干嘛 这不是我初恋吗 哎呀你不是 小婷婷吗 哎呀怎么会在这里遇到你啊 真是太尴尬了 为了当年啊 跟你分手之后啊 我立志成为一名男科医生 大奔图强了好多年 结果 终于等到你了 哎呀我戴着帽子这个给你印出来了 那你这个名字你以为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啊 哎呀这个帽子气质挺好的 有点丢脸啊 怎么回事 来这里能有什么事 你说呢 男科就是看那个补玉补玉的嘛 我跟我老婆不是结婚了八九年了吗 都没有小孩 哦 大家 老是闹着看我的衣服啊 脱褲子我看一下 脱褲子啊 脱褲子啊 那我厉害啊 好 要地球的能要一拳 哎对 那你是很专业了不 那肯定啊 我都做了十多年了 你看那个比吃盐还多了不 快点 那我相信你啊 快点快点 今天我去锅出去了 快点快点 你不要吓话啊 哎 干嘛 干嘛 哪里用的脚 放大镜啊 你那么大一条看不见吗 喂 还看不见吗 真的是 不会吧 你放哪里去啦 就在那里啊 是不是吵太多了 太猛咪了 看不见 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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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等一下 等一下坐下 我知道什么问题 等一下用筷子来砸 找到 烤得好痒啊 我跟你说 啊 那一点点是生不了瓦的 哎呀 怎么才说一点点 平时 我跟你说啊 其实也不小了吧 还不小 比那个牙签大一点 我跟你说 啊 给你开点 小米回去 开小米回去啊 对 喂喂喂喂 小米 对 要小米干嘛 这是我家里面大把这种米的 你家的跟我这个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不些都是一个米 我这个拿来喂 一天喂三顿 一顿喂一粒 知道吗 要三种一足 对 如果吃多了 会怎么样 吃多了 吃过量了 不堪设想 啊 这样啊 嗯 吃多了它会 特别大一点啊 还是特别长一点 哎呀 你就按一指出就行了 啊 赶紧呢 去哪里交费 我把这帽子还给我 行了 我跟你说 吃了这些药的话 你就很自信了 你就不用戴这个帽子了 我戴着帽子 我怕俗人看见我啊 行吗行吗 去交费啊 在几号床 五号床啊 随便那些床都可以交费 哎呀 幸好当初没嫁给他 不然了 我下半辈子 一点幸福都没有 当初没看见 嘿嘿嘿 今天看到了 下一位 月魂 i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